北京时间10月7日,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入位赛季战震撑撼,在淘汰三次日比赛中,JRX在先世一局的情况下连追三局,成功晋级正赛阶段。 在之前的比赛中,JR也同样让一追三,拿到正赛门票,来自土耳其赛区的AD选手拿下5杀胖重点,S8总决赛本组,ED进进死亡C组RNG遭遇C9PKLN单杀男救助,Sight Note5杀卡杀住SAP先下一程,双方手续BP前期PKLN,在上路率先完成单杀。 随后JRX中叶府再也吹击杀斯卡纳,并且打乱了斯卡纳6级的节奏,但是SAP稳住了局势,并且不断利用中叶府的联动控制地图资源。 中期SAP一波团战胜利拿下大龙,并且卡莎拿下4杀,致使卡莎快速成型。 随后卡莎再次拿下5杀,5杰的卡莎使对JRX中期变,无奈告负,Candy建模卡下精准Q双C,拉锯战JRX完美翻盘帮平比分。 双方BP前期SAP利用厄加特的对线优势不断惊讯奥恩,建立了上半区的绝对主动。 随后SAP利用厄加特的无敌之姿,快速滚雪球,在前期就取得大优势。 但是在中期SAP的推进时,在高地处JRX招住一波机会打赢团战,并且拿下大龙搬回局势。 后期双方团战互有胜负,虽然SAP拿下了第二条大龙,但是JRX仍然阻止了SAP的这波攻势。 最后JRX依靠巧杀进场的爆炸伤害,鸟掉下阴下团战,阴下比赛。 陆西安群场最高输出,无力回天,JRX先计战术偷加拿下赛点第三局BP第三局比赛中。 前期PiTali对现大优,但错误越台让女高得以喘息。 JRX则从下路打开了缺口,中期抱团后双方打得互有来往。 小有优势的JRX一波抓贷零换三收掉大龙,才掌握了比赛主动权。 随即步入阵容强势器的JRX稳扎稳打,拿下第二条大龙后利用大虫子吸引注意力。 JRX四人不管不顾,从下路推进结束了比赛。 第二局的翻盘中进小组赛RNF大龙团,事务措施好局第四局比赛。 奥拉夫也欧阵亡导致前期节奏断裂,后于极早的SEC临续组织小规模团战失败。 JRX双C快速发育成型,顽强的SEC一度打出精彩团战,无奈斯迪之侠输出爆炸。 在最终团战中完成了收割,抵抗了35分钟的SEC无力回填,最终输掉了本场比赛。 第二让一追翻晋级正赛RNF的经验获成欧洲上班之光,第二让一追翻晋级正赛RNF的天神下巴Carry全场。 在首场比赛中,JR在先持一局的情况下连追三盘,上单完得百分百胜率恶加特Carry全场,大被RNF战队上单头皮发麻。 而队内明显选手欧洲法王Pax却表现低迷,JR有惊无险限级S赛正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